你一般到什么状态会觉得恋爱 谈到这里就可以分手了 不开心 每天都不开心的时候 原本一场恋爱总是有好有坏 总有爱的死去活来 又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 但某一天起 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只剩下痛苦 好像完全失去了从恋爱中 获得快乐的能力 我是完全没话讲的时候吧 是说失去分享欲梦 一部分吧 不完全是 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不是说两个人不说话了 吃饭 睡觉 工作 这么多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真的要想说两句话 还都没话讲吗 以前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吵起来 对彼此还有失望 会生气 到了那时候 好像多说一句都是在浪费 遇到问题相互之间只会冷暴力 两个人在这段感情里都开始摆烂了 谁也不想多付出一分 既不想花心思迁就另一个人 也不指望另一个迁就自己了 没意思 真没意思 你也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吧 但我一般把这些总结为 因为一段感情反而感觉自己变差了的时候 就可以痛快地分手了 我之前有关一段恋爱 男生很黏人 开始很甜蜜 但时间久了 这种黏人就变成了 怀疑 猜忌 占有欲 谈恋爱嘛 总是会想 算了吧 还不是因为他爱我 但也就是短暂的自欺欺人而已 慢慢的 我的时间都被他一个人占据了 在此之前丰富的生活也被推翻 连工作安排都会被指手画脚 我们变得总是争吵 我的情绪总是受到他的影响变得很差 你说一场恋爱而已 何必呢 心情变差 交际圈退化 连工作效率都降低了 没有变得更好不说 生活和工作还都被耽误了 感情走到了相互消耗的那一步 是时候主动提出结束了